变成干妈点砍把子 秋光荣丽拼每年设1300家店 隐身在巷弄内外观不太起眼 店头也不大 却什么杂货都有卖 充满温馨喊人情味 美年设像极以前武林年代的干妈点 因为我们的装修等等都非常的简单 就像一个干妈点 我觉得也蛮有亲和力的 亲和力这件事情 就是人的温度 美年设创立16年来 在各大通路夹集下 非但屹立不摇 还默默开出800家店 店家数仅次于超市龙头全联 幕后推手旧市仅56岁 三商家购董事总经理邱光荣 小学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 状况没有很好 爸爸从我们是高中人 从南部到北部发展 发展得很好 爸爸在做转印花子的 这是那个我们吃的瓷器的碗 旁边不是有花吗 爸爸这种转印的花子 身体也不好 我常常去上课都还在请假 所以我国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赶紧就不要读书了 到公司帮忙 所以像同工啊 小学两年 15岁的他当起同工 在工厂案房负责苗图制版 直到两年后 姻缘忌讳进入养民补校 就我姐夫他住在士林 他有一天经过阳明国中 就刚好第一届的阳明国中补校 他就过来跟家里面说 其实应该让光荣日落 应该回去读书来 印象我的人 其实就是这个班长 另外就是我爸爸 当年他16岁 班长是40多岁 从事中药行的批发商 他每天开一台福特的汽车 到处跑 有一次就说你要不要陪我 去绕一绕 班长常常开车载着他 到迪化街的中药行聊天 我有一天受不了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都没有在卖东西 每次带我去迪化街就在聊天 他就跟我说 做中药台这个生意的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很有钱的大盘 冬天去尝夏天的药 冬天的时候比较便宜 去把夏天需要的药 先冬藏起来 冬藏下药 夏天就下场冬藏 这就要大的资本 你要先把它买起来放 他说我没有资本 所以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就去聊 去聊需求 老板就会讲 现在在做什么 去两三家 四五家 两三个一半以上 都在谈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这就是生意 对不对 相关的药材 他就会想办法去批买 从需求端左手 打破邱光荣在父亲工厂里 学到的做生意逻辑 这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透过生产 是我买 我生产了什么 然后我要去卖给人家 四十多年前 本来很多都是这样做生意的 我只要透过跟人家聊天 去理解需求 我下去把这东西 有效率的买回来 我就可以做生意 其他时候就放在脑袋里 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跟后面的零售 有点关系 立我爸爸之后呢 我经济都是以独立的 我后来念书都类似 半工半读 我最后一个 在台北当中 虽然是念日监部的 但我的课不多 所以我利用百年时间 神经去跑过快递 邱光荣到花店上班时 开拓了眼界 帮李奥贝纳广告公司 时髦的A1 查办公室评花 我在国中的时候 虽然读书不怎么样 但是我去学了 诚字语言 就自以自修 那我在花店的时候 就帮他写一套进销唇 那因为这个人 慢熟之后 他就让我去负责LV LV的橱窗的花 也是我们处理的 台湾路易卫正的老板 他就看到 为什么常常在那边打电 没有在送花 他就跟老板 老板就跟他解释说 因为我帮他写一套进销唇线 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直接到我们中间来上班 就量身定做了西服什么 我说当然好 一毕业马上就到零售 到一个这么高档的零售 当时他经过西门丁 最有名的百货 今日百货 内心发下好愿 他有一个口号 他就写一个 今日百货FIT 这永远都记得 就是Fashion in Today 我也都记得 我记得我在一楼 我就往上看 看他那个招牌 今日百货公司FIT 我记得想有一天我可以 可以玩 或有一家这样子的 百货公司 不知道有多好 还投稿零售业革命 被刊在校刊上 做这样的工作 没有做太久 我就决定要出国了 因为 这也是为什么学英文 我毕业之前就考脱服 考了快600 大概就是现在的 九级分钟已经到 纪录到最高一堪圈 为了增加在美国的就业机会 在等待补习班开课的空档期间 他去应征光泉 光泉 他成真行销管理干部 就这几个字 我就哇行销 我就去了 就一去之后 我就回不来了 我就爱上那个工作 1990年代便利商店正快速崛起 他秉持着 昔日班长给的 进销货绝窍 在光泉一待就六年 在转赞呂伯包 创始组外商PKL公司 万克隆大论发 三商加购扎扎实实在 量贩行销这块扎根 从快递倉管行销业务 采购或百货督到 每段岁月如同剧本般安排 毫无违和地铺陈下个任务 从零开始的时候 就两千六年 我两千六年的四月一号加入这个公司 到三商行来 我们八月六号 因为八月五号市卖了 就开了第一家店 那应该是最辛苦的 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离家近 又能买到比超商便宜的东西 还带入人情味 我们的员工从进货到销货 他都得自己做 所以他这个店这么小 他完全知道每个商品放在哪里 阿伯啦等等 他们进来要问某一个东西 他是可以马上回到他的 我觉得环境很干净 然后东西也不会很贵 那你来这边大概都会想要 买些什么东西 就买吃的跟喝的 我都买一些零食跟酒 感觉还蛮方便的 而且这里感觉蛮明亮的 买日常生活用品 或食物 价格蛮樸实的 然后方便便利 如今他带领三商加购 迈入第十六个年头 已成为国内超市通路 第二大品牌 旗下除了有小而美的美联社外 还有结合超市形态的美联城超 诉求有机与环保的新樸市集 再来是美联便利价 升入办公室 Office Mart 叫便利价 美联便利价 这张办公室的人 透过手机 扫码 就可以完成整个交易 包括支付 包括取得发票 甚至要打同一遍 都可以 那现在目前外面 已经有六十几个办公室 目标本来 今年是希望能够到一百 邱光荣打算把 线上与线下做结合 预计明年的七月吧 我们就会推出这个新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大概就会把 线上线下呢 全部绑在一起 对外一直希望 2023要到一千三 那最近 应该这么说 科技就走得非常快了 而且是用飞的在走 邱总对自己的这些督促 或者格外的严格 这个跟家 就是你的家室背景的关系 跟我爸爸有关系 我爸爸真的满可怕 他到现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身体非常好 纪律严谨的父亲 每天会交代很多事情 也培养他随时笔记的习惯 就连现在做梦到特别的idea 也会如实即下 我爸爸就是这样 他说这就是钱 他每一分钟有他的价值 而且你找预约那个时间点 你的信心就没有了 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印象很大 公司准备要上市规 他也太迟到 就觉得蛮开心的 我的名片 我名片背后有一句话 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魅力的美颜色 沿路贵人很多 但是就是自己也需要 常常去见到自己 然后面对问题 就不会有问题 其实我常常不放过自己 这点可是比较伤老心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可以再更好 什么事情都可以再进步 挑来自己就是一件 就是一条很有趣的道路 就因为这样子 你就会设定好目标 就会每天有一个目标去做 所以每天就很有精神 就是非常热爱这个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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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